乔报记者近南9月7日西雅图报道,据CNN报道,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,特朗普总统正在利用政客们多年来,被煽动的不满情绪。 他还对共和党内部状况表示质疑,趁共和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,这是奥巴马在纠结中期选举前传达出的信息,也是他迄今为止对其白宫计刃者提出的最尖锐的批评。 奥巴马星期五在伊利诺伊大学乡宾温校发表演讲,再次介入政治分争,奥巴马当天演讲的一个主题是,美国的历史一直是进步和对进步的反弹。 这位前总统认为,美国目前正处于反弹的时刻之一。 你碰巧生长在了这样的时刻,奥巴马说,这不是特朗普的问题,它是一种症状的表现,而不是这种症状产生的原因。 它利用了政客们多年来,被煽动的不满情绪。 这种恐惧和愤怒,这根于我们的过去,同时也产生于我们短暂的一生中,发生的那些巨大动爆。 图委奥巴马在伊利诺伊大学乡宾温校发表演讲,CNN新闻截图,奥巴马还说,对抗歧视应该是两党共同努力的结果。 他说,说那此事坏人,这有多难? 他表示,不论是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,都不应该因为一些群体的长相或其党方式,等等,而把他们作为攻击目标。 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歧视,我们也肯定会毫不含糊,地指出那些纳粹同情者的错误。 在他的讲话中,奥巴马特别提到了一名政府高级官员,本周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匿名评论。 他说,顺便说一下,关于有匿名评论称,因为白宫里有些人私下里不遵守总统的命令,所以一切都会好起来。 我认真地说,这不是我们的民主应有的运作方式。 奥巴马在讲话中,也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,批评国会中的共和党人。 他说,在过去几十年里,愿恨和偏执的政治不幸,地在共和党中找到了根基,并认为共和党领导人所推行的政策并不保守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